我被父皇送到草原和亲了 截止时 我内心平静 甚至有些雀跃 在这冰冷的皇宫中 我过着领最低的俸禄 每日不敢随意出宫地囚犯生活 因为我出身低微的母亲生下我后就撒手人寰了 世人皆以为公主过的都是锦衣玉食 呼风唤雨的生活 要是知道有我这样的公主 还不都笑掉了大牙 所以和亲与我而言不过是换个地方吃饭睡觉罢了 听说我和亲的对象还是个目盲之人 那就更好了 到了草原他还不是任我搓圆柔扁 和亲流程扮得匆忙 父皇让礼部随便给我起了个封号 便打包了一堆东西上路了 没有哭哭啼啼的丫鬟 没有忠诚的侍卫 跟着我的只有一群神色麻木的打工人 我也乐得清闲 便一路上看些画本资 画本资看完了 草原也到了 草原上没有婚前不得见面的规矩 来迎接我的是王子本人 他骑在马上 眼上蒙着一层黑布 五官深邃 却又有着中原人的俊秀 皮肤呈小麦色 额尖带着皮绳 中间红宝石闪闪发光 我仰起头看他 身高却十八尺 传言成不欺我 他虽目盲却耳听八方 还未等我反应过来 便被他掐着腰带到了他的汗血宝马上 常乐公主 有失远迎 她说着标准的汉话 嗓音轻润低沉 但却有着不容忽视的侵略性 她有力地手臂环绕着我 从指尖变出一朵海棠花 摸索着插在我的发间 她指腹粗糙 掠过我面颊时 痒痒的 温热的呼吸打在我的脖梗处 我眼皮微颤 伴着海棠花香 我耳根微微发热 百闻不如一见 阿木耳王子 我轻声道 准备成婚的日子里 我住在阿木耳毡房的隔壁 是夜 因为听说今夜有雨 我出毡房 收回我晾晒的手帕 谁知那挂绳处还站着一人 我看不清她的面容 便想快回毡毡房 谁知她朝我走来 月光下她的面容渐渐清晰 她与阿木耳有五分相像 也英俊四亿 但她看起来更年轻 双目中有着势在必得的光 应该是阿木耳的一母胞弟 听奴婢说 他们二人一直不对付 她看着我警惕的样子 只是笑 美丽的汉人小公主 我们草原上妻子都是胸中地疾的 我呼吸一致 正打算扭头就跑 一双有力的手从后面握住我的肩膀 我转头 是阿木耳 她的声音仿佛在压抑着什么 宣战般一字一句地道 特日阁 想胸中地疾 你也得有那个本事才行 那天后 特日阁便日日来献殷勤 昨日她送来阁三花 今日她又送来了古少 我看着她像献宝的小狗一样 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 我都只能婉言谢绝 她失落地垂下头 头上的挂饰也跟着叮当作响 特日阁 这是我的妻子 阿木耳声音响起 她虽目不能视 却精准地拽住了特日阁的衣领 淡淡道 特日阁也不恼 正脱开后依然嬉笑道 阿木耳 你们可还没成亲呢 说完她便起身上马 驰骋而去 宽广的草原一时间只剩下我们二人 阿木耳虽一言不发 但身边却是低气压 我突然有了胆量 拽住阿木耳的袖子道 阿木耳 我没有接受过她的礼物 我只是你一人的妻子 她似乎没想到我会出此言 她沉沉地笑了 我知道 我的举动取悦了她 她从袖中拿出了我那天没来得及收的手帕 隔着手帕用指腹摩擦我的下唇 长乐 做得好 话音刚落她便孤住我的肩膀 将我带到她心爱的汗血宝马上 在她从小生长的地方奔跑 风从我们俩耳边呼啸而过 我却只能听见两个人的心跳 成婚当天 草原天朗气清 阿木耳宽大的手掌握着我的手 向长升天祷告 因为祷告 她摘下了遮住双目的布条 但仍然闭遮眼 她虔诚且认真 我微微侧目 她是草原上的狼王 是未来的可汗 也是我未来的丈夫 仪式结束后 他们说着我听不懂的谋语 阿木耳见我无所适从 便让我喝了两口酒后 就进心房等候 早晨起得太早 我进了毡房 便借着酒进睡了过去 阿木耳送走了所有庆祝的族人后 已经到了深夜 我没有看见 烛光下她眼睛清亮 目光柔情中带着笑意 仿佛有草原上的星子 她身上有着淡淡的麻奶酒味道 看见昏睡的我 只是温热的唇在我额间落下一吻 她轻轻用蒙语说 常乐 来日方长 来到草原后 适应这里生活就成了我的首要任务 阿木耳再忙的时候 就派一个叫乌云的小女孩教我说蒙语 她笑容腼腆 说她懂一点汉语 唇边的小虎牙格外惹人喜欢 我便缠着她教了我一天蒙语 晚上阿木耳回来了 她摘下外面的球衣 身上还带着些寒气 我牵住她的手 将她带到炉子前 她微微勾唇 耐心地歪过头问我 常乐?怎么了? 我舔了舔唇 不知是炉子热还是什么缘故 我的脸直发烫 阿木耳 我有话对你说 你过来些 她闻言又凑近了些 我看着她被蒙着的双眼 一个阴节一个阴节地轻轻道 我的爱人 愿长升天保佑你 阿木耳听后 微微勾起了唇角 硬朗的容颜也在火炉照应下柔和了许多 我轻轻靠在她的胸膛 分不清耳边究竟是谁的呼吸声 常乐 你便是我除常升天之外的所有 天气渐渐暖了起来 乌云趴在我床边笑道 常乐姐姐 七日后便是我们草原的那达木大会 到时候你可有得看了 周围盟的人民都会齐聚咱们盟 到时候有数不清的勇士呢 我捏捏她的小脸 调笑着问道 那你说说 最厉害的勇士是谁呀 乌云直起了身 手舞足蹈道 一定是阿木耳哥哥最英勇 每年的男儿三亿都是她当第一 连海日公主都给阿木耳哥哥献舞呢 献舞 我没心意抽 这公主怕是来者不善 乌云自知诗言 连忙用手捂住小嘴说道 常乐姐姐 我突然记起来格兰还找我放小羊羔呢 我先走了 看着跑远的小不点 我失笑着摇了摇头 那达木大会当日 歌舞声停 阿木耳牵着我的手坐在主位下方 为我介绍着来格 这是阿鲁斯 旁边是她的女儿海日 我听到面前的女子便是海日公主 便细细观察面前的人 她衣着华贵隆重 袍子掐着她的腰身剪裁 再向上瞧 眉眼伶俐 桀骜不逊 让人一眼便看出她是草原的女儿 她察觉到我的视线 缓缓抬眼 海日公主与我对视也不恼 只是似笑非笑地朝我点了点头 我也微微汗手回应她 内心却知她绝非善泪 常乐 你的手很凉 阿木耳粗糙地掌心辅了辅我的指尖关心道 这是热奶酒 你喝两口暖暖身子吧 我细细抿着奶酒 内心的不安也被抚平了一些 祭祀结束 阿木耳去牵马时 海日公主坐在了我旁边 没想到她选择了你 她第一句便十分犀利 你比我想象中要柔弱 她言之未尽 我从容笑道 海日公主请直言 我看你也不是拐弯抹角之人 海日公主眺望男人们牵马的地方 额前的猪恋也随之叮当作响 只有草原上最好的女子 才能配得上阿木耳 小公主 只怕战争来了 你只会捏着帕子哭吧 我虽不受宠 但在被指婚后的两年里 太后为了我不给大梁蒙休 也是出于最后一点善意 让我能在战争频繁的草原上保命 特地派教习骑射的姑姑日夜带我练习 若要真的面临战争 我常乐虽不能上阵带兵 但定不会给阿木耳拖后腿 海日公主怕是低估了常乐 我收回目光 与你相比 常乐也不一定会输 她挑衅目的达到 面上也带了笑意 女子也有比赛 我们便比一比 如何? 我硬了下来 她说道 三日后 我们只比骑马 绕着草场三圈 谁先到谁便是赢家 你不能用阿木耳的马 他的马是马王 我当然也不会用我的珍珠同你比 若是你赢了 我便再也不纠缠阿木耳 若是你输了 也证明你配不上她 我日后要与你公平竞争 在草原上和离之人也有许多 我海日只做正妻 我瞎了一口已经微凉的马奶酒 看来海日对自己十分有自信 他认为只要给他机会 他便会让阿木耳爱上他 我点了点头 道了生好 我一向是有信心的 无论是骑马 还是阿木耳 我与海日要比赛骑马的消息 传得比草原上的风还要快 阿木耳得之后 只是笑着辅了辅我的头发 我的好长乐 是勇敢的好女子 长生天保佑你能赢 如果用你们汉人的话 是不是叫拔得头筹 若是需要挑马 我马厩里的马都任你差遣 他虽这样说 但阿木耳马厩里的马都如同他一样性子炼 与我在中原练习的马儿大相径庭 我将它们都试了个遍 天都渐渐披上了黑幕时还没挑出个所以然 王妃莫着急 属下那里还有一匹马 明日咱们去看 我勉强笑了笑 心底却是焦急万分 且不说骑术如何 连趁手的马儿都寻不到 不是不战而败了吗? 我带着失落独自回去 却听到前方有人在唤我 长乐 你看这匹马行不行? 我抬头 特日格牵着一匹温顺的红马 月光下带着笑意的脸格外柔和 而他右耳垂上的狼牙耳坠正悠悠地晃着 我走进桥 马儿乖顺极了 和此刻的特日格一样 想起我之前对他避之不及的样子 我也有些不好意思 这匹马儿真好 特日格 你怎么弄来的? 我给你银钱 特日格锋利得眉尾一条 把缰绳递到我手中道 这是我母妃从大梁带来的中原马与蒙古马配种生的 要说价格吗? 也是无价之宝 她的母妃也同我一般是大梁的和亲公主 在她儿时便撒手人寰了 想来这马儿对她一定意义非凡 我怎么能让你忍痛割爱? 我明日再寻寻吧 我感激地对她道 她思存许久道 纳达木大会结束后 我就要走了 长乐 父王派我去草原与中原的边界镇守 我知晓 他这是要传位给阿木尔了 怕我捣乱 毕竟我从小到大 什么都要与阿木尔争上一争 第一次见你 也把你吓到了吧 可其实在我心中 阿木尔一直是一位称职的兄长 这草原上的王本来就该是她 我是从来没有想与她争王位的 希望你不要生我的气 我只是好奇与我母妃从一个地方来的公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会不会像我的母妃一般温柔 可这么多月看下来 你没有她的柔情 却有她没有的勇敢 果断 更不同的是 我父王只将我母妃视如草芥 阿木尔却是心悦你的 这马吗 就当我借你的 下次再见面你再还我就是了 闪电吃不惯别的地方的草 你可要好好照顾它 长乐 后会有期 他轻轻地拥了我一下 又很快地松开 不等我回应 他便骑上他的黑马离开 特、日、阁 一路顺风 我牵着缰绳朝他离开的方向大声喊道 红马温顺地蹭了蹭我的袖子 仿佛在替他的主人回应着 比赛当日 跑马场上只有我与海日公主 而场外早就围满了人 牧民们都翘首以盼是他们的草原明珠能胜 还是我这个汉人能胜 我看着远处高呼蒙雨给海日公主呐喊的年轻汉子 观在席上看不清表情的可汗和胭脂 我深知这是背水一战 若是能赢 这个民族会欣然接纳我的到来 若是败北 不仅输的是作为阿木尔王妃的尊严 更是面临着日后被边缘化的境地 我握紧了缰绳 眼神掠过势在必得的海日公主 翻身上马 一声哨响 两匹马儿急驰而出 我早已看不清周围的场景 只能感到耳边呼啸的风和身下飞奔的闪电 这两日 我与闪电无数次奔跑在这片马场上 我们早已默契无比 最后一圈时 海日公主见我穷追不舍 大敌也意识到自己轻敌了 心下着急 便想再弯道超过我 可她身下的马儿终究不是她的珍珠 或许是疏于训练 海日公主险些被马儿挣脱下马背 闪电缓缓停了下来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便被场外雷鸣般的掌声惊醒 看向可汗和烟枝 他们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阿木儿拿着花环向我走来 所以 比赛的结果显而易见 最后的赢家 是我 海日公主还未整理好凌乱的发丝 也翻身下了马 她虽输了 但并不丧气 她看向我的眼神里 也多了几分尊重 长乐公主 你很厉害 做阿木儿的王妃 够格 我也向她露出真心的笑容 承让了 海日公主 成亲许久 我还未与阿木儿圆房 想起宫里教习姑姑拿的那些画册 我便面红耳赤 是夜 我吩咐下人将热水抬进毡房里供我沐浴 本来脱衣时我还有些修难 但看着在床边擦拭箭矢的阿木儿 他是木芒之人 大抵是看不到什么的吧 我这样想着便安心进了浴桶 洗了一半 水有些凉了 身后的奴婢缓缓加入热水 我笑着道 南迪 你珍惜心 辛苦你给我加水了 你的背后还没有洗 要我帮忙吗 男人低沉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我回头看 哪里有小女奴南迪 分明 分明是阿木儿 她摘下了蒙着眼睛的布条 一双眼睛似黑钥匙般明亮深邃 而此刻里面分明有着烈火般的情绪 哪里有半分木芒之人的样子 你 你不是木芒吗 我吓得缩进了水里 看着男人充满侵略性的眼神 快要说不出话来 阿木儿俯身在我耳边轻语 谁给你说我木芒的 嗯 我细细回想 好像从没有人给我讲过她木芒 只是因为在大梁时他们说蒙古王子眼蒙黑布 我才自以为她是失明之人 见我吓傻了 她又脱腔带掉地调笑道 我的齐齐格 先出来吧 阿木儿 你 你把我衣服给我 我指着架子上我脱下的袍子 红着脸对她说 她扯过床上的羊毛毯 悠悠道 何必需要袍子呢 维夫抱你下来就是了 被轻放在柔软的床上时 我的脸早已红透了 我的齐齐格 夜还长呢 它温热的气息打在我耳畔 惹得我一阵战力 乌云 你告诉我 阿木儿为什么要用不调蒙眼 我想了许久 阿木儿笑着不告诉我 我便去问乌云 乌云撇了撇小嘴 说道 去年阿木儿哥哥狩猎时被野鹰灼伤了眼 无一之后叮嘱他一年不能见光 你没看最近 他就没带不调了 常乐姐姐 他没给你说过吗 我想到自己在他面前肆无忌惮脱衣洗澡那么多次 便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常乐呀 常乐 你聪明了十几年 怎么在这件事上犯啥 纳达木大会结束后 特日格便彻底离开了这片他成长的地方 老可汗的身体每况愈下 急于将可汗之味传于阿木儿 阿木儿更加忙碌了 逐渐接手草原上的事物 言之日日与我闲谈 但话里话外不过一个主题 催生 常乐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阿木儿都会下地走路了 言之俯着我的手背道 未等我推辞 他又笑道 先前给阿木儿说要给他止亲 他还想着与你退婚呢 他说他生来的使命便是征服草原 根本无心儿女情长 也不会成亲 我与可汗劝他大梁公主到来后 先与公主相处一年 若实在无心 便让公主当我们草原的郡主 并不会亏待公主 长乐 你比我们预想的要更优秀 而阿木儿也心悦你 我想这是常生天赐予阿木儿的良缘 若是能留下子嗣 不也是很好的事吗 我垂目 阿木儿若是将来成为可汗 绵延子嗣一定会成为中心话题 大敌也是老可汗想要儿孙绕西的天伦之乐 烟饰又实在喜欢孩子 我便在夜里装作无意询问阿木儿 阿木儿 你想有个孩子吗 他微微愣神 英俊的脸上也第一次出现了迟疑的神情 长乐 你想有吗 我的指尖划过他的鼻梁 调笑道 俄疾可日日都在催生呢 你就没些想法 阿木儿轻轻握住我的手 靠近我认真地说 我只想知道你的想法 生产大抵是个很痛的过程吧 母亲生下我后便落下了病根 身子也大不如从前了 我戳了戳他的鼻尖故意道 那我可不想生 我母亲就是生我去世的 他轻拍我温柔说道 嗯 那便不生 继承人的事你不必担心 从亲族中选杰出的孩子就好 本事随意一提 谁知第二日他便去寻烟枝 不知他是如何相劝 烟枝与我后来的交谈愣是听不出一点催生的迹象 草原的冬天来了 各部落都蠢蠢欲动 大小战争频繁 阿木儿已然成了可汗 他即将率领部下去支援有盟 我虽然不舍 但知道这是他职责所在 阿木儿 长生天会保佑你平安归来 我额头贴着他的下巴 轻声说道 他在我额间留下温热一吻 窥探道 等我回家 草原彻底进入了灰蒙蒙的冬日 阿木儿出征一跃有余 却迟迟不见消息 直到他的副手狼狈归来 气喘吁吁说 燕之 可汗 可汗失踪了 在悬崖下 原来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陷阱 只等阿木儿跳进去 什么支援有盟都是假的 是几个部落联合起来想要打败阿木儿的阴谋 老可汗离世 阿木儿失踪 整片草原都笼罩着侵略者的阴霾 正直冬日 草原上一片橘黄 部落的粮食已经不足以撑过这个冬天 几只秃鹰在部落上空盘旋 我知晓这是敌军在打探军情 却无能为力 部落周围已经被敌军紧紧包围 毫无退路可言 阿木儿的副手急匆匆跑进来 对我喊道 言之 您就快跟属下走吧 可汗出征前嘱托过属下 若是他有什么意外 便让属下带你去特日阁亲王镇守处 属下带领部下撕开一个敌军口子 说什么都要把您送出去 您若是有什么闪失 属下可怎么给可汗一个交代 我看着焦急的他 心下虽易紧 却摇头坚定道 我不能走 对部落的子民而言 可汗失踪时 若他们的胭脂也落荒而逃 他们又有何抗争的信念 我相信阿木儿 他一定会回来的 副手剑劝说无果 只好无奈派重兵保护我的粘房 南迪 趁敌军还未到 你快通知他们 将附近的老弱妇孺都带到这里来 我看着外面哭喊的妇女 连忙嘱托难敌 失业 粘房里的火堆也无法带来多少温暖 妇如们都依偎在一起 一言不发 时不时帐外传来几声野狼的嚎叫 惹得几个小孩隐隐抽气 大王 听说阿木儿的妻子就在这里面 帐外远远的蒙语响起 粘房内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把外面站着的这些士兵都抓起来 当俘虏 一道粗犷的男生越来越近 每个人脸上都是接近绝望的灰白 一阵兵荒马乱后 粘房的帐被掀开 冷风惯来 我起身 站在牧民们的前方 冷冷地看着闯进来的男人 他年岁不大 却有着非同常人的戾气 面具下他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 可眼神里的侵略却不容忽视 他把弓箭扔给属下 走在我的面前吃笑道 你就是阿木儿的妻子 长得确实殆尽 你们说是不是啊 他的属下都配合地发出阵阵心照不宣的笑声 我还未开口 男敌便冲到我面前 不许你冒犯 我们焉知 男人朝地上吐了一口 揪着男敌的领子把他甩了几丈远 哪来的小丫头骗子 滚开 他又走进了几步道 我叫札娜 未来的克罕 只有你这样的美娇娘 才配做我的女人 你以后就做我的妃子 定叫你过得好日子 我的丈夫只要还未死 他便还是这里的克罕 你这话有些言之过早了 我盯着他 哪怕心中恶寒 但仍然临危不乱 他捏着我的下巴 冰冷的面具险些撞到我脸上 嘴里吐出的也是令人胆寒的话 你说他没死 那你猜猜他还有多久能来救你 从现在开始 过一个时辰他不来 我就杀一个俘虏 直到你同意做我的小妾为止 就从这个忠心耿耿小丫头杀起吧 嗯 我看他指向南迪 不由地怒火中烧了起来 我用头狠狠地撞击了他的下巴 你做梦 他擦了擦嘴角渗出来的血迹 笑得更加开怀 呵 你说我做梦 来人 把他的手脚给我捆住 既然你不让我动你这些贱民 那不如让他们看看 他们的胭脂是如何在我身下求欢的吧 我一向喜欢以礼服人 两个时辰后若是阿木尔还没来救你 你自己若是还不服从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牧民们骚动了起来 他们的可汗还生死未卜 札纳这个畜生居然要这样侮辱他们的烟饰 这对他们整个部落而言都是奇耻大辱 明明 明明可汗能平安归来的可能微乎其微 木火被点燃 他们虽然身处危险之中 却都高呼着 你不许动我们烟枝 放开我们烟枝 他们很快又被举着长弓的士兵镇压 死一般的寂静 连呼吸声在帐内也格外清晰 两个时辰期限快到了 面具下的男人耐心显然已经到了极限 女人 你还不答应吗 我下唇几乎咬出了血 冷汗早已经浸透了礼仪 看着她不耐烦的神情 我扯了一下嘴角不语 她宽大的手掌 附上了我的袍子 大力扯动 我感到左肩一阵刺骨的凉 我左肩的皮肤裸露在空气里 我正打算狠狠咬扎那的手 她却轰然倒下 她的左胸前有一支剑 剑与我认的是阿木耳的 我抬起头来 月光下阿木耳满身伤痕 脸颊还有着血印 但那双眼睛却亮得吓人 正如我第一次见到她那样 她放下手中的弓 向我跑来 还沾着血污的囚衣披在了我身上 尝了 我来迟了 不迟 我心中默默回答着她 你是如何获救的 悬崖深远 逃出来可绝非一事 我拢了拢她的狐皮衣领 很关切道 阿木耳长叹一口气 是特日格 她快马加鞭 赶了三天三夜 才回到这里 是她发现了在悬崖上的我 若不是她 我早已丧命于那苦寒之地了 她现在在何处 我依偎在阿木耳怀中轻声问 她收紧了手臂垂眸道 大抵在养伤吧 我点头 那我们可得好好感谢她 她似乎有些醋意 但仍然隐忍不发 嗯 听你的 再见特日格 她眼神已经不似几年前那般桀骜不驯 已然沉稳了许多 她的伤势不比阿木耳好到哪里去 见我们来 她斜靠在床边说 我就不起身迎接你们了 辛苦你们夫妻俩来看望我这个伤员 兄弟俩斗了多年 这样心平气和地坐下说话 倒是第一次 我笑道 闪电我照顾得很好 如今终于再见你了 我将它还给你吧 特日格挑了挑眉 又有了几分少年时的脾气 当时我不过随口一说 我没想到还能与你再见 闪电吗 送你了 她这话惹得我连连发笑 丝毫没注意到旁边某位可汗的低气压 沉默许久的阿木耳突然开口 特日格 是不是还没有王妃 要不要为兄帮你安排一位 特日格撇撇嘴 阿木耳 你还是这么不惊斗 我很久之后才从南敌口中得知 那匹混邪马闪电 早已经被阿木耳安排到十里地外的马场去喂养了 真是草原醋亡 阿木耳杀掉了扎那后 侵略军很快溃败 草原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平和 只是阿木耳的身子因为在悬崖上挨动许久 却落下了老毛病 每逢雨雪季 他的后腰便会疼痛难忍 六月正是草原的雨季 阴雨天也多了起来 又是一日瓢泼大雨 阿木耳深受腰痛折磨 但他只是默默躺在榻上忍耐 我看着他发白的唇和额尖的阵阵冷汗 心不由地纠疼 我打开嘱托下人从中原买来的药酒 命令阿木耳道 转过去 把后巾掀开 我给你抹药 他此刻虚弱无比 看向我的眼神 也可怜巴巴 好像草原上往人怀里钻的小狗一般 常乐 我没劲了 你来掀吧 我失笑 虽心疼于被病痛折磨的阿木耳 可自从他当了可汗后却很少有这种脆弱的表情存在 平日里叱咤风云的可汗 在爱人面前却是如此可爱 让人如何忍心拒绝他 我轻轻拉开他的后筋 蜜色的后背宽阔厚实 沟壑分明 随着他的呼吸起伏着 饶氏与他也算是最熟悉彼此的人 我也不由地脸红了起来 常乐 男人的闷哼声传来 我眼是一般连忙为他上药 我自幼在宫中常有磕碰 所以对于上药仪式可谓了如指掌 指腹下的肌肤逐渐灼热了起来 我知晓大概按得差不多了 问他道 好些了吧 阿木耳轻语了一句 我并未听清 便凑近了他 你说什么 谁知他宽大的指节 捏住我的下巴 瞬间就吻了上来 屋内顺时止余下暧昧的声音 挑动着两个人的神经 良久 我险些喘不过气来 轻轻推开他 汲取着空气 他眸子还似以前那般亮晶晶的 唇角带着笑意 我还红着脸在瞪他 他却用食指缠住我的长发 沙哑道 我说 你在身边变好多了 嗯 怎么不说话 我又羞又恼 只好轻拍了一下他的手 赶忙跑去洗手 阿木耳真是越来越坏了 阿木耳越发依赖我 常常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时展露他或脆弱或可爱的一面 仿佛就知道我吃定了这套一般 他的粘人程度令他的部下看到都连连咋舌 所以 在成婚的第三年 我诞下了草原上的小公主 我和阿木耳的掌上明珠 乌日娜 在得知我怀孕时 他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惊喜 而是担忧 常乐 你之前不是说过你不想生育吗 这个孩子 我看着他纠结的样子 打断了他的话 温柔笑道 我现在觉得我有成为母亲的勇气了 我也相信你能将我照顾得很好 对吗 于是在阿木耳小心翼翼地照料下 乌日娜出生了 乌日娜年幼时还好 但当他学会说话后令阿木耳头疼不已 俄吉 你脖子上为什么有红点颠啊 乌日娜天真的望向我 我红了脸 心里暗骂阿木耳怎么尽往能看见的地方弄 我实在不知如何作答 便答他道 你去问你阿布 他知道 俄吉俄吉 阿布说你脖子上的小红点是虫子咬的 乌日娜又小碎步地跑回来兴奋道 我忍俊不禁 夜里休息时故意询问阿木耳 听乌日娜说 你说我脖子上的红点是虫子咬的 不知道是什么虫子呀 咬了不痛不痒的 它垂头哑笑 你可得小心点 这虫子今晚还会来寻你呢 不过 咬的就是别的地方了 没羞没臊 我笑骂道 乌日娜日渐长大 出落得愈发亭亭欲立 许多草原上的小伙子都倾心于他 可这丫头天生和他阿布年轻时一样 最心于军事 马术 眉眼间的英气更是与阿木耳学了个时辰时 当他收到第五个脸红的小伙子编的格桑画画环时 我调侃他 我们小乌日娜有没有心仪的小伙子呀 你的房子都快堆不下这些礼物了 他严肃着一张小脸 认真道 俄吉 我以后是阿布的接班人 这些情爱之事不会打扰我的情绪 俄吉 我先练骑马去了 我哑然失笑 对阿木耳摇摇头道 你瞧他 和你年轻时像不像 不过 你真要让乌日娜接任你的位置 他虽然能力出众 但是牧民们会同意让女子称王吗 阿木耳揽住我 安慰道 我培养他 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女儿 而是他有极强的天赋 无论是骑射 还是谋略 比许多同辈的男子都要更厉害 中原部也曾有女子称帝 若是她没有这样的野心 我也不会这样尽力培养 常乐 我的好妻子 你放心吧 这可是我们的女儿 看着这父女俩一唱一和 我只好按下心中的紧张 但愿长生天能保佑她们 乌日娜的婚事比我想象中更快有了着落 这是个像画本子般浪漫的故事 她在外狩猎时 遇到了她的一生挚爱 她就下了被野狼攻击的猛族侠客 那侠客对她一见钟情 从此 侠客也不仗剑走天涯了 只想留在草原 与乌日娜共同驰骋于这广阔的天地间 直到我坐在二人婚礼的主位上时 我还有些恍惚 我对阿木尔小声道 这丫头 办事倒挺快 阿木尔笑着说 嗯 她再过几年便可以继位了 我挑眉问她 她继位了 你做什么 她宽厚的手掌握住我的手巧声说 自然是与你游览天地间的美景 这些冗杂的事物就让她去烦恼吧 她此刻的得意让我恍惚间又见到了她年少时不可一世的她 我差点笑出声来 乌日娜在帐内正焦头烂额 她的丈夫给她倒了一杯奶茶 乌日娜 你歇一会儿吧 嗯 她白白手道 俄吉阿布已经出门游玩一年有余 这些事儿不处理不行 她的丈夫总觉得妻子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咬牙切齿 但想着她的乌日娜情绪一直如此稳定 怎么会有这种语气呢 此时远在江南 装扮成普通商户夫妇的我与阿木尔觉得后背有些发凉 直到江南的冬日也快来了呀